近来中国政局出现异常 外长秦刚突然消失 各种传闻不淡 外交部发言人无言以对 唯有方抗稿件拖延 虽然事后出现了在党内对秦刚事件的通告 也把它归拉为玩小三生活腐败而已 但秦刚真正背后的事是什么呢 我们尚无从知晓 秦刚事件未了 军队又出事了 最重要的火箭军高层被连锅端 紧接着国防部长李尚福又消失了 目前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凶多吉少 秦刚李尚福都是习近平二十大上 亲自挑选 并确定的 并火箭式提拔 可以说是习近平情信中的情信 外交的乱举 军队的乱举 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习近平二十大上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清除了各个势力的山头 现在却遇到了如此大的麻烦呢 其实晚年周来的作者高文谦先生 在二十大后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采访 在访谈中啊 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 一 习近平如何登上权力顶峰 高文谦先生指出 他说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习代表了中共体制的政统 同时又有道统 两个确立的加持 所谓政统 不仅是习掌握的最高的权柄 可以动用一切体制的资源 包括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 并通过王沪林掌控的啊 这种中宣部啊啊 这种进行啊 进一步的加持 更重要的是习所主张强化党的领导 代表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正统 党内反习势力无法与他相抗衡 毛泽东打下了红色江山 建立了一党专权体制 中共建政之初 毛在八大提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也有提出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邓小平是中共忠信之主 为挽救共产党的衰亡 开启改革开放之路 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外韬光养晦 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周旋 邓提出两手印 强调是个坚持的核心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为了维护党天下 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制造六四场 在维护一党天下的问题上 红二代出生的习近平 与毛和邓一脉相成 有强烈的使命感 以守护红色江山为己任 他上台后就提出要守好 共产党的家业 这次在二十大报告中 也要提出中共领导人打江山 守江山 守住人心 而中共党内政治老人 和权贵集团 处于私语的状态 无法用邓是挂羊头卖狗漏的假社会主义 与习正面对抗 明显落入下风 只能说些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之类的 骗摊话 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与党内保守派的进行角力中 就处于这种私语的尴尬状态 只能用不争论谋论来应付 为了连论 习近平处心积虑 步步为营 早在十九大之前就开始布局 先是拿下深圳财 废除胡文安排的领导人 然后在宪法中取消任期制 又通过去年 又通过六中全会 把两个确立写入历史决议 虽然2020年流年不利 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疫情 之后又出现了俄乌战争 但习通过宣传造势 古字古早两个确立 把他作为约束官场的紧箍咒 和筛选党大会的代表的标词 可以说为自己的上位 为自己全面掌控权力 进行了舆议的动员和组织的准备 第二 两军相逢 勇者胜 习近平能够大胜 占据中共正统道统的优势外 还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 习为人耗勇斗狠 心狠手辣 敢于放手一捕 相信之下 党内反习势力既没有带头人物 也没有狠角色 而且每个人都是屁股上一屁股的死 惧怕被习反腐败 不敢轻易妄动 同时也与双方的处境不同有关 对习来说 这次二十大 对习来说 这个二十大 免论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之后能不能 能够有效的统治中国 这个其实还很难说 习近平在中共官场 禁运多年 有神德其父习仲勋的二提面命 比一般的人更了解 中共体制的运作规律特点 深谙 权谋 激战 动想一旦掌握最高权力 有贼心又有贼胆的话 就无人能够抗衡 在这一点上 他显然比前任江泽民 胡锦涛要胆大的多 江市有贼心 没贼胆 想学邓小平垂帘听政 最多也就是当了两年 军委主席 胡连贼心都没有 倒战下车 落退 给习疼地方 习是红旗下的 但和狼来长大 毛泽东的和尚打赏 无法无天的 痞之意识 深入骨髓 做事胆大妄为 没有底线 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而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瓦解 高文谦先生说 这次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大获全胜 政治局几乎变成了清一色的习家班 这意味着邓小平当年确立的集体领导体制 寿终正寄 变成了义人独裁 在中共政治局的内部 习义人独大 从近日党媒发表习的大幅照片 就可以看出其他的常委委员 能为豪腿办事的小跟班 重回毛时代的军臣关系 外媒把常委这种义足六仆的状态 别以为你有个小矮人 话虽俏皮 但却贴切传神 他们不是自国理政的干才 而是中训听话的奴才 只会唯唯落落 投习所好 唯习马首自三 不被人看好 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大陆和香港的股市暴跌 反映的就是人心相悲 习这样做 偷选了他权力的占有欲 和愚昧无知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常委中秦一色习家军 这种做法连满清末年的皇族内阁都不如 当年的皇族内阁 还有四个汉人 做大臣进行点缀 皇族内阁是压垮秦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说过 习视毛泽东为精神教父 但他呀 只学了一点皮毛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统育之术 毛当年领导中国革命 意图江湖市 人要搞五湖四海 照顾各个山头 文革就有大 毛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 与林彪的关系处于蜜月期 但他仍然坚持 把四方面军的许世友 陈希莲 列入政治局 后来与林彪交恶后 这个许世友 陈希莲 二人 在军队中发挥了重要的抗衡作用 显示了习 显示了毛的先见之明 在统育之术上 邓小平更聪明 不要虚明 让别人当一把手 自己在幕后当太上皇 习近平一家独大 不懂得政治 是双赢的游戏 与毛邓的统一之术相比 高下利监 事实上 秦一色的习家军权力结构 非常的脆弱 风险很大 尤其是当前 内外交困 应对稍有不慎 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危机 导致多年来 积累的社会矛盾 全面爆发 以往出了事 还可以推给李克强 现在谁都知道 所有的事都是习 排版钉钉 出了事 连个背锅的人都没有 历史长时表明 秦一色的习家军 会很快风化瓦解 相互争宠 内部失扬 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 当年开启偶大 表面上宣告文革的胜利 实际上文革派内部 已经开始施养 勾心斗角 林彪一派不投江青 张春桥的票 江青让康生察 被周来压了下来 此后啊 林彪和江青两派 内斗是愈演愈烈 最终演成了庐山事变 至于二十大后 习近平的政治路线 这个我已经说过 如果习大胜将会放手大干 推动中国走原教职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下 在内政外交贯彻 以阶级斗争为刚 强化党的领导 共同富裕 节制资本 战狼外交 等实证纲领 不过形势比人强 行囊章不禁没有写入 人民领袖 两个确立 习思想的表述 也没有得到简化 想法还保留了 禁止任何形势的 个人崇拜的条款 并且共同富裕的表述 也被弱化 这就表明习表面全是熏天 但党内仍然存在反对的力量 并不是完全能为所欲为 实际上习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连论之日就是他噩梦的开始 国贼二字 像噩梦一样 缠绑着他 挥之不去 这是独裁者的树立 三 越来越多的红二代 离他而去 红二代为习近平上台 是出了大力的 十八大前 刘元一干二人 组织烟讨会 批评胡文当局 击鼓穿花 为习呐喊造势 这批红二代在年轻里 年轻时就有浓厚的红色江山意志 乐中参与政治 以保护党天下为己任 后来经过文革的命运沉浮 转化为强烈的掌权意识 他们视习近平为实现自己报复的机会 不过很快发现所托飞了 领驾了习近平过河猜桥 翻脸无情 刘元王岐山为习反贪了 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一旦用完 谁知弃之一边 这两年习平平的红二代 头面能武出手 陈小鲁就死得不明不白 任志强遭重判 刘亚洲被软禁 就连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在二十大上也灰溜溜的出了局 顺便提一下习的刻薄寡恩是本性难以 在二十大闭幕式上也上演了一回 在开幕式上对胡锦涛假意恭敬 因为他还需要胡成场面 一旦用完就在闭幕式上上演下令 把胡架出会场 那一幕 作为红二代的头面能武 习的所作所为 让人们看清了红二代的狂妄无知和认知缺陷 也着实让红二代群体寒了心 认识到习公开宣扬红色基因 骨子里却是要搞习家天下 把他们作为垫脚石 越来越多的红二代离他而去 习才记多疑刻薄寡恩 得红二代使用忠器 不仅得罪了红二代群体 习的众臣王岐山 众臣王沪林张又霞 一干人也看在眼里 寒在心头 半军卢瓣胡 整日战战兢兢 鱼缕薄冰 习下一步 会不会拿他们开刀 如果他和刘元 王岐山一样的下场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是 习近平最大的对手 就是他自己 高文谦先生说 习近平没有政治对手的看法 是贫向之界 习现在大权在握 定于一尊 但他的致命伤是没有民心 表面上看没有对手 实际上对手到处都是 区别只是他在民处 而对手在暗处 习的任何人都不信了 整日处于孤独 恐惧之中 高处不胜寒 这是独裁者的宿命 应该说 习最大的对手 就是他自己 身边既没有可用之能 也没有可信之能 是武大郎开店 用的都是像栗战书啊 蔡奇啊 李强这样的麻斩 有点见识手段的 像王岐山最后都老白了 习整天生活在宋哥银耳之中 但他内心对那些恶意奉承的人 又不相信 他最恨就是两面的人 更不用说 习企图颠覆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 仅此一点 所有改革开放的获益者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党内高官 都不会答应 都是他的对手 你怎么能说 习近平没有政治敌人呢 至于说习时代党内斗争 并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种看法更是离谱啊 中共党内斗争在毛时代就是你死我活 但到了邓江湖时代就不是了 但是小规模的斗争都是有的 比如说江泽民跟陈希同啊 胡锦涛跟陈良宇啊 也是你死我活呀 所谓行不上常委 包括邓在六四后被赵紫阳的处理 也没有把他扔进监狱 恰恰是袭破了这个规矩 重新把党内斗争搞得离死我活 他利用反腐力威 扳倒周永康 徐才厚 张扬任雪峰 等人死得不明不白 反弹打了几百万人 弄得人家家破人亡 如果说破坏政治规矩的话 习才是党内政治规矩最大的破坏者 他打破了废除终身制这一邓小平 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一化无穷啊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习近平政权今天的乱局 其实是必然的 他集中权力 无非是向党内权斗发展到极致 习家军的风化瓦险 也是规律所致 正如毛所言 党内无派 千奇百万 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红二代离他 而去更不奇怪 所谓脚头死 走狗烹 肥辽进 粮功场啊 习近平最大的敌人 就是他自己 心于权斗 也必败于权斗 习要走出乱局 唯有抛弃 极权制度 走下 限制 民主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 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结束了 明天咱们结束了